曹操钟爱别人的妻子,那么他娶谁的损失最大?损失最大的一次,竟是后人失去了江山。 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订阅我,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。 曹操每次击败一个诸侯豪杰,都会得到很多战利品,这其中不只是金银珠宝和兵器马匹,当然还有诸侯的家眷,对待这些家眷。 曹操一般都是自己相中的,就纳为妾,其余的或者给儿子们,又或者给手下将领,没人看上的,那就只能给点钱,自生自灭吧。 古代女子地位低下,一旦被俘,那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,并且汉代还没有贞结牌坊这样的文化,很多被俘女子都会选择接受新的夫君。 其实,不只是曹操,就是别的诸侯也有纳别人夫人的传统,只不过由于曹操灭的诸侯王太多了。 以至于他的老婆有好几个都是有夫之妇,那么曹操到底抢了多少个别人的夫人呢? 这个其实很简单,只要我们查阅一下三国志或者其他史书就可以了,也许流传曹操纳别人妻子的例子比较多,但是正式记载曹操有三次成功纳了别人的妻子。 第一个,那张继之妻虽然成功,但是曹操损失了大将典围,长子曹昂,侄子曹安敏。 张继原本是董卓的部下,董卓被杀后,张继伙同李雀攻破长安,掌握大权,被封为平阳侯。 张继支持汉县帝东迁,但是后来又反悔,张继伙同李雀再次想要追回汉县帝,被赶来的曹操击败。 张继因为缺粮,跑到荆州刘表的地盘去抢粮食,结果进攻阳城时,重箭身亡,张继死后,他的侄子张继接管了叔叔的部队,张继却没有硬抢刘表,而是依附于刘表,刘表于是安排张继屯兵于晚城。 张继成为刘表在北方的藩属势力,帮助刘表抵御强敌。 曹操南下征讨张继,张继知道不是对手,于是投降曹操,曹操举办酒会宴请张继和他的部将,曹操行酒时,点为拿着两把大斧子跟在曹操后面,点为是曹操的警卫营长兼保镖,长得五大三粗,他的斧子韧尽有齿余,张继等人不敢直视。 但是十天后,张继还是反叛了曹操,原因就是曹操把张继的婶婶,也就是张继的妻子给抢了过来。 张继在和刘表的大战中身亡,张继继承了叔叔的军队,所以他很敬重叔叔。 如今曹操娶了他婶婶,他当然恼怒。 张继反叛,打得曹操措手不及,身边没有过多的兵力,差点把曹操捉住,警卫营长点为为了保护主公,在城门口血战,点为勇猛过人,连杀几十人。 最后因为受伤过重流血而死,点为死后,张继的军队才赶上前,把点为的头割下来,曹操退到武音,才知道点为已经身死,于是收敛点为的尸骨,亲自哭败。 另外这场战争,曹操还失去了长子曹昂,曹昂当时把战马让给曹操,让父亲先走,自己和点为立战身亡,还有曹操的侄子曹安民也在抵抗张继军队时牺牲。 曹操抢周氏,损失比较大,本来已经投降的张继复叛,自己的保镖点为还死了,张子曹昂也战死,侄子曹安民倒是咎由自取。 不过后来曹操又攻打张继,张继再次投降,曹操竟然不计前嫌,没有为难张继,还让自己的儿子曹军娶了张继的女儿,成为亲家。 第二个,那吕布布将秦一路的妻子杜夫人生下梁子,这次曹操损失了大将关羽。 杜夫人原本是吕布布将秦一路的妻子,当时吕布和袁树关系密切,想要结尾联盟,于是派遣秦一路出使袁树。 但是袁树十分欣赏秦一路,就把汉氏宗金女子嫁给了秦一路,秦一路就留在了袁树身边,而妻子和儿子留在了夏批。 据说秦一路的妻子杜氏长得很漂亮,就连武圣关羽都知道,当时曹操攻打吕布,刘关张三兄弟也在曹操仗下效力。 吕布被围困,曹操命关羽攻打夏批,关羽向曹操提了一个要求,那就是在乘破之时,要将秦一路的老婆杜氏赏赐给自己。 曹操当时就想着攻城立马就同意了,后来关羽在快要攻下城池时多次向曹操提起此事,所以让曹操怀疑这个女人一定很漂亮。 曹操是出了名的好女色,于是攻破夏批后,曹操提前把渡氏找来想看看到底有多漂亮。 结果曹操一见渡氏,立马被渡氏的美貌迷住了,早就忘了关羽的请求,把渡氏据为己有,关于这一点曹操做得很不对,因为毕竟是人家官二爷先看上的, 而且你也答应人家官二爷了,只能说曹操他也没信用了。 但是曹操在霸占秦一路妻子的时候,连同秦一路的儿子秦朗一起霸占,收为嫉子,曹操对这个嫉子是很好的,连他自己都说,世界上还有像我这样爱惜嫉子的吗? 关羽虽然很不高兴,但是也没办法,毕竟他面临的是强大的曹操,但是也因为这个事情,导致后来关羽不愿意在曹操阵营里做事,虽然刘备屡次战败,关羽都死心塌地地跟随刘备,如果曹操把都市让给关羽,说不定关羽真可能会在曹操手下效力。 曹操与刘备为吕布于下批,吕布使秦一路易元术求救,元术留之,关羽旅请曹操,欲得秦一路妻,曹操以其有色,即呈现曹操见之,乃自那之三国志。 秦一路老婆被曹操霸占,这还不是最重要的。 因为在三国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,也是很正常的,但是秦一路却投在曹操手下做事,妻子和儿子被人霸占,不反抗就罢了,还投在情敌阵营, 真是不可思议。 刘备和张飞逃往小佩时,张飞还邀请秦一路一起跟着刘备对抗曹操,可是秦一路一开始同意,后来又反悔了,张飞大怒,直接杀了这个窝囊废,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。 都市嫁给曹操倒是过得不错,史书记载都夫人一直活到了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时候,249年,秦朗也受到曹操的关爱。 不得不佩服曹操,确实气量不小。 第三个,那和晋的儿媳妇尹氏为妾,尹氏为曹操生了一个儿子,曹操基本上没有损失。 当年曹操迎接汉县帝后,朝中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,而当初的权臣大将军和晋早就深埋黄土,和晋死后,和家地位一落千丈。 建安元年,曹操晋为司空,他听说大将军和晋的儿媳妇尹氏长得很好,于是就那尹氏为妾,曹操那尹氏的时间不好断定,但是应该是在那渡氏以后。 因为尹氏原本有个儿子,叫何燕,曹操娶尹氏的时候,一起被曹操收为养子。 收养何燕时秦一路的儿子秦朗也在曹操家里,所以尹氏是在曹操那了渡氏之后进入的曹府。 太祖为司空时,那燕母并收养燕,其实秦一路,阿苏义随母,在公嫁,并见宠如公子,苏吉郎也。 何燕和秦朗都是曹操的养子,但是秦朗为人谨慎,做事低调,但是何燕却毫无顾忌,穿的衣服都和世子曹丕类似,因为曹丕很讨厌他, 每次都不叫他名字,直接喊他为甲子。曹操倒是很喜欢何燕,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何燕,这样一来,何燕成为曹操的养子家女婿。 和曹操的关系是亲上加亲。曹批继位后,何燕不得重用,曹锐在位时,何燕也不被重用,一直到曹爽掌握大权时,何燕才被重用,但是司马懿击败曹曹爽,何燕也被杀害。 从三次曹操抢纳别人妻子的情况来看,曹操损失最大的应该是娶张继妻子那次,带刀护卫点为战死,张子把自己的马让给自己战死, 这直接导致后来的连锁反应,司马懿被重用,最终曹操创造的基业被司马家族篡夺,真不知道地下的曹操会不会后悔的再死一次。 另外,也有一个有名的大美女,就是曹丕抢的女人,当时曹操是很需要这样的国色天香,但是没有曹丕那么快的手速,肯定年迈的自己只能承认这个儿媳妇了。 不过曹操还是不死心,打败袁绍之后,娶了袁绍的儿媳妇真是,这其实也是奸诈男人曹操的无奈之举了,毕竟最喜欢的都给自己儿子抢走了,自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。 我们不难从这几次的视力发现,曹操是一个非常好色,并且好色到没有原则的男人,大的老婆娶不到,宁愿去娶小妾,后面还因女人造成了自己的大将死亡。 连带两个儿子,这不是曹操自己找罪受吗? 还有更无奈的思维,就是曹操还娶了一个昌,要知道在古代昌是不被世俗的流言蜚语所承认的,他就是辨识,但是又很奇怪,这个女人生下来的孩子都是极为优秀的。 曹操、曹张、曹雄都是辩世所生,都是些能文能武德后代,想必这种思维也是空前绝后的,曹操真没做错。 从利益上看,曹操是不会随随便便的,因为曹操想找的女人,要么是寡妇,要么是败君之将的女眷,每一次的行动都是在去争夺更多的财富。 因为娶了这种被现实分割家庭女人,意味着能得到原配的家族财富,以及很好的社会资源,所以曹操的色也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,有些头脑也是值得当时的人学习的,因为流言蜚语不重要,利益才是最重要的。 感谢观看